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主题是转专业申请研究生 那Sarah呢她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众传媒专业 研究生毕业于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专业 她拥有多年电视台教育机构和美国学区政府工作的经验 那我们先请Sarah和大家来打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Sarah 很高兴今天你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关于转专业这个问题 那我个人真的有非常干货的信息想要分享给你们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 对 我们非常期待 那Sarah我想请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公共政策专业 对的 公共政策这个其实这个概念相对于国内的人来讲会相对更新一点 因为公共政策这个体系在中国来讲 它没有美国就是那么提早开设这个相关领域 公共政策它严格来讲算是一个交叉学科 那它包含了其中有就是经济学啊 然后也有就是国际关系 那还有包含的就是统计学的相关就是这个也是就以前我没有想过的 那另外就是in general的一些就是public health就是公共就是卫生 对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然后公共交通大概这样子 听上去非常综合很有趣啊 是的它其实方向非常的广泛 那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基本上他们的方向工作方向都是什么样呢 public policy就是公共政策它的方向基本上我看到我同学他们的包括是我们有一些tracking就是毕业生alumni的那些校友 那基本上是有几大类吧 第一类就是市场营销 这个也是我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没有想过是这样子 那第二类就是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会选择从政 那第三类就是NGO NGO就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就是非政府机构或者也翻译成有的是很多是非盈利机构慈善机构这样子 那基本上来讲是这样子的一个大方向 嗯哦你刚刚有提到了说市场营销这个方向啊 那我非常好奇说 哎 同我们学生在学的过程中学到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可以去做到市场营销呢 嗯其实我们在学Public Policy包括我在南加州大学的学习过程中 那我们学院是你要通过就是完成一个必修的课 那你在完成你的必修课之后 你就可以去选择就是你感兴趣的方向 那因为我也说过这是一个交叉性的学课 其实还蛮多同学都会感兴趣就是business啊就是商对啊商学啊 包括是传媒学啊然后国际关系啊就是等等这些的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就是很意外的选择 对哦非常的有趣 那你们专业的市场营销学生去做市场营销和专门去学了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去做市场营销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工作或者是嗯其实这个我没有仔细的了解过但是啊我是觉得我们会有一个更偏专业性一点的就好像啊如果我做市场营销的话我会更偏重于帮就是呃政府机构或者是就是学区啊或者是教育机构这些相关的就是一个市场营销 我觉得会更加match我的background就是跟我的背景跟相关一点 哦是在你们的整个大方向的环境下 当然也有人就是选择就是完全做就是好像是纯商科的那种市场营销 但是这是每一个人个人的选择了 哦听上去这个专业的选择就位范围是很广的 其实是挺广的嗯那我就很好奇说我们的学科的课程设计是什么样的就比如它的核心课程是什么样的 还有你选择不同的方向的时候你都会修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课 OK好像我们有一些基础课是你必修的就是你一定是跑不掉的那进去以后老师一定会让你去修的就是啊 基础课程就关于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嗯 那比如说什么是公共政策那将来是做什么的那大家的方向是什么嗯 你要为就是社会做出什么样的奉献等等之类的这些是基础课程你一定要上的那另外就是我们一定要修的就是宏观经济课程 呃那个是必修课但是老师一般都会建议你修微观经济因为呃好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公共政策这个其实很大一部分人他会选择就是从政那你如果从政做就是政策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就是国家的就是 经济形式是怎么样的嗯对不对那其次我们还有一节课必修的就是关于统计课我个人真的非常讨厌但是嗯 嗯那个那个真的非常重要我之后会给你解释为什么统计课这个在我们公共政策就是学科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要嗯对好的好的那就听上去也是一个非常有科学性的一个 没错没错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就是他其实虽然听起来是个文科专业但他其实会呃老师会特意的 要训练你一些逻辑思维能力嗯嗯那在你跟大家或者说是跟那些就决策的人做一些政客包括是就是相关的那些啊决策人的时候嗯你要更好的去approach他去吸引他跟他讲的话那你在各方面都必须要有非常充分的知识是的哦所以在其实在个人的软实力方面的个人阳内的培养上面是的是非常注重的是的那我们学校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学科吧那比较 亚洲大学我们除了有这些必修课之外我们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选修课嗯那好像我之前讲的就大家在完成这个必修课之后他们可以去选修就是其他学院的课 那嗯同时我们还有在本学院有一些开展非常有意思的课程好像说Leadership课嗯领导力他那节课其实更像是一个情商课那他教你说怎么样delicate怎么样跟人在沟通的时候嗯把事情处理的更好那在不得罪所有人的前提之下我们能够比较圆滑的处理这个事情 那这个其实在我觉得以后的工作当中是真的非常有用的那其次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很有意思的课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小测试我们在入学的时候老师就会发给我们不同的测试其实要做好几次一开始觉得说好无聊为什么老师要让我们做这些测试他其实第一个测试就是大概测你的就是人格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就你性格上有哪些优点那你有哪些就是缺陷或者不足的地方是老师会都会告诉你那当然是希望你就是嗯 嗯变得更好了希望有个更完整或者说更完美的人格吧那我们的counselor或者说我们的老师他也会一直都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说哦其实根据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你比较适合从事这些这些相关的那因为嗯大家都知道都学公共政策但是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外向他就会很感兴趣做marketing啊做市场营销这些相关的但也有一些非常冷静爱思考呃或者说去分析问题的同学老师就会建议他 他说我可能会更考虑或者是推荐你去做consulting啊做咨询啊就是你会给大家就是分析这些就条理性的这些相关的工作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特别有用对听到我都想上这专业了那听上去来讲说你们这个专业很注重的是个人的软实力而且还有非常的科学性像数据方面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课方面的东西对这些都是必须需要 嗯对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呃我们这个项目里面的同学都是来自哪里什么样的背景呢嗯我们这个项目的同学其实很大一部分他们都是就尤其是如果国际学生来讲的话呃我观察到的就是其实挺大一部分国际学生嗯是都是由政府公派过来就是做一个叫应该怎么说叫呃怎么提升一下自己啊进修进修yeah呃他们就是过来 进修一下那最后他们完成了这个课业一定要回去报效祖国和报效自己的公司的对这是很大一部分就好像是我们中国的公务员吗应该这样说然后其次我有发现就是有越来越多的international students开始感兴趣这个专业其实老师说有给我们看这些数据就是以前也是没有那么多国际学生会去讨论或者说会去感兴趣公共政策这个大部分都还是以美国本土学生为主 那近几年这个人数都开始上来了对那还有其他背景呢就是我觉得混了很多有很多像我这样本科是从传媒起家的人他也过来学这个因为其实传媒跟公共政策这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那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很多人会想要往政治方面发展那他就会想说嗯我要结合就是传媒和公共政策一起那这样子对我将来从政治方面发展会更好一点 那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例吧嗯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个engineer那我就觉得说这种听起来就很像文科怎么会有个engineer他说他是土木工程师那因为公共政策里面其中有包含一块就是公共交通所以这样子解释完了以后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对就感觉公共政策好像跟很多不同的专业都有联系其实是的那如果从你自身的感觉 我觉得来说你刚才提到传媒其实和公共政策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就是不太一样的我就跟你说一下他们的就是区别吧好像我以前在学传媒的时候我们会更强调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获得大家的关注那我要brain attention但是公共政策的时候老师在教我们是你在brain attention就是获得大家注意的前提之下你还要能够让人留下来你要能够合理的说服他们 所以一定要提供数据所以我们会一定要有一个必修课就是统计课所以我们要用数据来说话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政策可行为什么因为今年有多少多少人然后有多少多少就是百分比的人受益了或者是受害了等等之类的那这样子前提之下会让就是audient会让是观众或者是对方在跟你沟通的人他会觉得你讲话更make sense觉得说嗯对说的是有道理的不是在胡编乱造 对非常有科学依据是的是的数据依据的对的嗯非常的听上去非常的诱人的一个专业和能力的训练那我想说我们的同学在毕业了以后大家的去向工作方向都是什么呢嗯我觉得首先要先坦白一下讲那相对来讲in general文科没有理科那么好找工作这个也是一个普遍的就是现象但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 就是只有水的人没有水的专业那我也有同学他们愿意就是牺牲一点点但是最后获得了很大的一个利益举个例子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同学啊啊他当时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好像不是那么顺利所以他最后选择了就是通过学校联系了就是在华盛顿DC在华盛顿那里有一个就是em 联合国的一个工作但他那个工作其实有点像是半义公信之的就是因为给的 钱真的很少因为第一联合国他就是一个就是NGO他就不可能是很多钱对的对的那其次也是他自己也有就是深思熟虑过他觉得对于现在啊对当时他那个情况之下他觉得有这个经验写在简历上会更重要一点所以他就坚决的选择从洛杉矶搬到了就是DC对然后他大概是用了一年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在中国老公部工作了对然后 然后我有跟他聊我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他说不瞒你说当时实习的那一年真的是想死因为真的没有什么钱因为都想买的东西都买不了然后你挣的钱就刚刚好付完房租就够吃饭了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算是熬出头了然后我问他是怎么样在里面就是有认识到就是这些相关机会他说其实呃NGO来讲虽然他没有很多配但是他真的有很多很强的那些connection关系那他也是在里面实习的时候 工作态度非常好所以就直接有被就是同事就是介绍到中国老公部去了所以觉得现在也是一个挺好的非常棒所以就是你说机会有很多是的自己努力的去争取同事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对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去联合国工作嗯真是非常棒哦那我想问说呃我们的国际学生刚才那个同学也是国际也是中国学生对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的国际学生是 大部分回到中国了呢还是嗯去到哪里了我觉得都有那好像我们公共政策嗯大概有几个方向就像我跟你说的那也有一部分学生如果他们选择留在美国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能够留下来的呃就是工作会是consulting嗯就是做咨询但是其实做咨询来讲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他的要求是很高的嗯所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那些咨询公司的要求那这是其一其二就是 是有同学想要留在美国做的基本上就是marketing但是我发现还是更多的学生会选择就是回国嗯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嗯好那我们说完了介绍完了这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嗯你是你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转专业的这个心动历程对我知道你本科读的是大众传媒那是为什么后来想到因为我要去读呃公共政策这个 专业OK为什么会想到去读公共政策呢其实是因为嗯后来我从电视台出来没有在做以后我就去了一个教育机构嗯那我去大概是刚进去没有多久我很快就有发现我的知识根本跟不上因为我是学传媒专业可是那里大部分的老师或者顾问他们都是教育背景的嗯那我觉得嗯有时候在跟他们交谈的时候我不太能够理解到整个的框架所以这个对于我宣传公司就是非常不利那我有个老板提出来 我就主动说我其实想要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再去进修一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位那我觉得这样子会对公司更有帮助一点但是呃那个同时我也有想过就是直接选就是education教育作为我的研究生专业但是仔细想了一下又觉得嗯毕竟还是年轻就是也不知道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是不是一定会喜欢教育或者一定会在教育这条路上走下去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了教育这个特别specific特别端的这样的对这样具体的一个转业而是选了就是公共政策这种交叉性的学科因为公共政策里面其中涵盖了很大一块就是公共教育嗯对是的确是在我们做研究生本科科研究生的时候的确是在方向选择上是的思考上也是有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对的那听上去你是呃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一段时间 是的然后在工作中发现了对的自己的喜好是的我觉得嗯其实这个工作经验对我来讲也是挺重要的因为嗯工作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发现就是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是适合做什么吧但至少是知道自己不喜欢做什么就好像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包括在就是工作时候有个人聊天啊然后包括各种了解就发现我比如说我特别讨厌数字那我觉得我真的也做不了会计 然后我也做不了engineer我不可能变成工程师因为我觉得我的就是就是就是理科知识真的不是那么强嗯对所以至少发现了自己不喜欢什么对这个这个非常重要嗯有没有一点想说哎如果我早一点做那个性格测试我进入研究生的性格测试也就会帮助我更早一点呢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嗯嗯那我想问说你从开始呃在毕业了业以后工作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呃发现了自己呃发现了自己想要继续呃继续进修发现了想学这个专业嗯然后开始申请到后来录取这个整个的时间线是什么样子的我其实这个中间也是有一个小插曲也是一个嗯其实蛮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我其实从我准备申请到我申请上应该大概花了至少一年半的时间嗯因为我是在刚刚进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 就是觉得哎我的教育知识不够用了那我当时就有想过说我想要申请那我想要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我除了从网上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包括是公共政策就是有哪些相关的学校嗯然后他们的排名啊等等这些都有去看那另外就是我有通过我的同事就是因为我同事他去南加州大学毕业的所以我就赶紧问他我就说哎就是这个学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的文化是怎么样啊就是师生的互动情况是怎么样 我有跟他分享的我说我做本科博客来讲我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发现很不一样但是他跟我描述的就是南加州大学我觉得非常温暖嗯就是老师对于学生的帮助啊整个学校对于学生的support支持来讲都真的非常的足所以就让我觉得更坚定了我想申请南加州大学嗯那还有一个原因嗯申请南加州大学也是因为就是公共政策这个专业他其实并没有很多学校都有开设这个专业其实全美国来讲我印象 也就是有十几家吧学校对对对而且嗯也会看就是学校他对于公共政策这个专业他每个学校的就是方向或者说研究都很不一样好像我举个例子南加州大学的公共政策就比较偏向于活学活用我们有很多case study案例分析但是我有个好朋友他考去了芝加哥大学那芝加哥大学就是非常理论性的那种那他有跟我描述他说对于他来讲他是比较喜欢那种活学活用的 他去那里就会相对比较痛苦一点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嗯以后想了说要读博士的嗯那他就觉得说这个就不是很适合对然后我扯的有点远了我要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对不起你的时间对对对我就对我的时间就是我后来呃大概是准备了我我大概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就赶紧去申请了但是我申请了以后呢我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就让我的同事给我联系里面的招生官嗯嗯我说我想要就是正面的去问一下就是啊你们需要什么样就是资质的就是候选人啊等等之类的那也是联系上了招生官所以我才获得了很多就是内部的信息嗯对的就像他也跟我表达了他说哎呀其实我们觉得你还不错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你这个申请的确实很晚了嗯他说第二就是你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就是science或者说数学啊科学相关的这些成绩他说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专业是需要有人有数据分析能力的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纯文课哎呀当时想说赶紧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其实等于说那一年是那半年就是没有结果的嗯然后他也是因为认识了就是内部的招生官他也给了我一个小的贴士他叫小建议吗他说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就是呃申请放在我们学校里面然后等到明年的时候再run一次他说呃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说为什么我会告诉你你会这个申请时间不够因为公共政策这个其中有一块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很多政府里面公派的公务员他们就会占据一大部分名额哦所以其实留下来的位置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其实是有限的那因为我我当时想的是我也是卡在就是deadline的时候 然后寄出去的我说为什么会没有到我但是他说其实不是他们有一部分这些已经是固定了给那些政府派来的人其实剩下来的人都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如果他们已经看到说哎我已经有这么多优秀的人了对可能差不多了我也不需要下面对的对的所以申请要趁早一定要趁早当然你刚才也提到了几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嗯一个是我们呃每个学校的风格不一样是的嗯然后像我们提到的芝加哥大学 和南加大也是不一样而且同时也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老师给的呃呃跟注度也是同样不一样的嗯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我们考虑选择学校的时候啊还有你有没有一个机会能够跟学校的老师能够面对面去了解一下学校非常重要ね对这个真的听上去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申请过程中有时候会起到了很决定性的作用对嗯 那我想多问一下 我听上去就是你有这个机会 能够认识到学校的招生官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故事 你能多分享一下吗 可以因为当时在 就是搜寻学校相关信息的时候 除了网上的信息 因为网上的信息是不全面的 那我会通过就是跟身边的人聊 然后跟同事他们聊 他们就说到挺好的 然后同事也就是间接的 给我介绍了就是招生官 他说因为曾经也有就是给他们有个讲座 就是关于我们是如何去招收学生的 我们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学校都会给就是学生orientation的时候 大概有就是请kino speaker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演讲 那也是经由他的介绍 所以我才有机会可以去认识里面的招生官 那就要去招生官面前 就是积极地表现自己表现出来 我真的非常感兴趣申请这个学校 那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以及我觉得我为什么可以做好 所以你一开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和招生官去联系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在美国来讲 in general说你要先发一个邮件 那去跟他说我是谁 那我是被我同事介绍 同事是谁是谁 然后其实也是 对应该第一步是我的同事 先会跟他的老师发一封邮件 然后发完以后cc给我 然后之后的话老师就会跟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联系 然后联系完了以后老师都会跟我说 OK我想跟你约见一个面 然后我就会跟他见面再这样聊 所以你当时是开车到了学校去和老师见到面的 然后中间花了多久的时间 从你跟老师发邮件联系 来来回回 然后到你真正和老师能够见到面 其实还蛮快的 我觉得他们老师就还蛮有效率的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发 可能也是因为有同事介绍的原因 就是都知道是比较熟一点的人 那是校友的推荐 所以我记得大概中间隔了两个星期不到吧 其实他就有跟我约见面了 那时候你已经递交自己的申请 递交了 对递交了以后就请他要特别关注我 对 这个的确是和有一个这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真的是至关重要 非常重要 那我就是希望能够给他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这样有个人情分担 对那你和他见面的时候都交流了什么样 比如说就是他一定会就是普通的这个过程 就是他会问你说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所以你要介绍你自己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想要学我们公共政策这个专业 那以后的理想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短期长期的计划是什么 那还有一些更细节的就是关于问到 就是你在比如说如果你开始工作了 就问到你在工作上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 他可能这个就是比较关联 就是情商这些 因为他们也是希望 就是其实我们老师一直都跟我们讲 他们觉得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在未来的职场发展上面 对的 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子的 那其次就是老师会跟我讲一些实话了 比如说他有点评我 他觉得我们觉得你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除了你申请的有点晚 比如说你的数学分数 就是基本上就没有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传媒 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理科相关的就是成绩可以给他看 那他就说你一定要证明给我看 你是有就是数字分析能力的 因为我们很需要这个 所以为了打消他这个顾虑 我也真的是做了很多努力 我就跟他讲说我一定会去考GRE啊 然后我一定会去就是 去上一些science相关的拿一些certificate 就是网上有很多网课 你可以上然后就是证明给他看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 他也感觉到了就是我真的很用心 另外就是从软实力上来讲 就是跟他表达我有各种各样的相关的 就是实习啊或者是义工经历是跟这个相关的 对的 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从不管是学术方面 对 学术方面的努力和你继续提升你的软实力方面的 从各个方面开始弥补这些之前所可能没有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更加提高 是的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我真的不是学霸 我是学札 所以学札是怎么样能够拟习考到比较好一点的研究 升学员就要通过软实力的包装 那就像老师也有question过我 就是他觉得哎呀 我觉得你的GPA成绩也不是那么高啊 那我就要跟他解释 我说老师我为什么GPA成绩那么高 不是因为我不去上课 不是因为我玩 那GPA才那么低 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因为我本科去读的学校是个公立大学 那公立大学相对来讲 他的GPA其实就是会比私立大学总体来讲低一些 学术的要求是很严格和 对就是其实是很不一样 在老师在给分的时候 对 因为他从教育系统上来讲 他公立大学他就是会相对于来讲是宽禁 就是演出吧 他中间一定要淘汰一大部分人 所以他竞争非常的惨烈 那我跟他们解释完了以后说 那请你们要上去看一下相关的数据啊 那我说我没有在下边就是乱造这些的 对他也觉得说他能理解 那的确是那在你第二年 那你刚才说到你第一年去申请了 然后第二年他又过了一轮他的申请 对的 所以你在第二轮申请的时候又补交了很多材料 就比如你上课 有 你说的没错 真的真的 我非常感谢主持人 也让我完全想起来当时申请的过程了 因为在第二年的时候 就是不仅仅是我会保留就是去年申请的那些所有材料 然后补交很多信息做更多的功课 比如说会再给他们更新一下我实习啊或者是一工的相关信息 因为对一工实习这个我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做的 那一直给他们看就是我真的很感兴趣就是公共政策这些相关的 我也觉得我很有信心将来可以做的更好 那我觉得都是有这些东西去辅助的 那我比较好奇说你刚才提到了很多你软实力方面嘛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从大学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有什么样的活动让你真的是在自己不经意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就对于你研究生申请带来了很决定性很重要的贡献 那就是一些个人的小建议吧 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参加什么样的义工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实习啊 就是使用的是普遍撒网的模式 就是我会去参加很多学生会的那些活动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student organization 我还有自己创建过就是一个社团 那社团就叫怎么样帮助大家拿到一个更好的GPA 那就是主要是普遍来讲国际学生的就是理科 尤其是数学比较好但是英文比较差 但是美国人相对来讲他们的英文比较好 但是science的知识没有那么足 所以让他们互帮互助 那由中国学生或者说是国际学生来讲 他帮那些美国人看你的知识 那由那些美国学生再来帮就是我们国际学生检查语法啊 还有就是写作上面这些问题 对我当上大学的时候就创建这样一个社团 也是显示自己有领导力 那我觉得这个也对于申请是有加分的 其次就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实习义工 那其中跟公共政策这个比较相关的就是我去参加了那个autism speech 他们是关注的是自闭症 因为自闭症这个对对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就是相关的 对我有我有听说因为我的研究生读的是音乐治疗嘛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和自闭症儿童一起工作的一个内容和经历 对我想听听你的经验你在这个机构 其实当时还真的不是那么了解关于自闭症的这些相关的信息 只是非常懵懂的觉得说OK学校给我们发了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就是活动 那我就都没有想我就全部都有申请 然后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参加 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参加 当然前提是要把作业写完了 然后对然后就是在参加了很多之后 其实自己也会逐渐逐渐的开始清楚 那就是至少有哪些我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哪一些活动我真的很感兴趣 我会一直坚持参加下去的 那就好像这个ngo相关的 包括像你说的这个自闭症的这个 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就是嗯 虽然他们当时是义工没有钱拿 但是我自己有觉得真的有帮助到了就是那些人 真的有为这个社会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那我觉得就这样阴差阳错吧 可能就是之前种下的这个阴结果得出来了一个果 就是后来南加州大学他在看我这个时候还特地有问我就是 哎我想知道你关于这个你这个义工经历是怎么样子的 你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 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表达了一下我说是怎么样想的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嗯特别好 那我想问你在做这个义工的时候 你具体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其实义工的工作很多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就会像很像打杂的工作 那他确实因为义工他是没有没有给你钱的 所以他也不可能说给你一些非常intense的工作 就让你不可能实现的 那基本上比如说组织活动啊 那对于那些自闭症儿童他们会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定球组织跑步比赛啊 或者是音乐治疗啊 你要去帮助他们呀 有的时候有的人做轮椅的你要去给他推一下呀 就是这些其实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嗯他们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哪怕是很小 但是我们都很感恩我们都有觉得你帮助到了就是这些自闭症儿童 而且你为这个社会创造了价值 对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人生经历 是的是的 对那你当时在申请这些义工的过程中是怎么样申请到的呢 怎么找到的其实这些都不是很难找 因为美国就是还挺强调这些就是义工啊 从比较小的就有一些community service 就是他们会强调一些社区的活动啊对吧 那你就可以从这些起那另外的话 学校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这些信息里可以去找到的 那嗯 义工来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 但是实习会难一点那实习的话就要通过自己的导师推荐 那这点我觉得一定要特别的赞一下南加州大学 因为他好像我之前跟你讲他非常活学活用嘛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的导师就有说 他说我现在手上有几个项目我在帮政府做咨询 我有在帮NGO做咨询 然后我另外还在做这个这个什么 那大家在选就是research 选研究方向的时候可以来跟我讨论一下 我非常鼓励大家一边实习一边做这个研究 他说那我觉得这种前提之下 他说他个人觉得学生会成长得更快 对 而且更能够就是实际的从工作当中学到那个相关的知识吧 呃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多人都很积极 可是我很积极 对我听到老师讲到这个信息以后 我就赶紧跟他联系 我说老师我说我很感兴趣 所以我老师跟我聊完以后 就把我推荐到了学区政府里面去实习 那这个经历也是真的非常难得 我觉得坦白讲如果没有我老师的引荐的话 我自己一个人去申请真的是 嗯 相对来讲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的确是呃 在一个学校里面 是的 在一个很好的学校里面 有这个师资首先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对的对的 那有一个好的师资老师带来的 不仅是课堂上还有课外给你的很多机会 没错没错 那就好像之前我跟你讲 有同学去就是联合国啊 还包括他们去世界银行实习 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学校的话 但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申请这些 我觉得要求会真的会难很多 那如果你是通过学校 因为学校已经有一个公信力在在那里了 对啊 然后他在推过去的时候 他们会更容易就是考虑你 当然也是要经过一个筛选的过程 不是说学校推过去他们都会接受的 对而且的确是跟一个非常好的教授 自带资源 是的 你能够有机会去认识到一个非常 在工作和学术上都非常有资源和经历的一个这样的教授 真的能够带来的不仅是这一堂课 还是他背后的一个资源网 我完全同意你讲的 因为我在南加州大学学习的时候 就发现像我这个老师 他其实不是一个特例 其实南加州大学很多老师 他都是有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书的 那这种老师都是自带资源 好像你说的 那我之前有上过一个NGO就是Advocacy 他就是说怎么样就是推广啊 就是推广就是包括帮NGO做市场 那他就有老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说 他说我帮300多个NGO做过资讯 我把所有的信息都有留下来给我的学生 那请每一个人在我的课结束的时候 要准备一份你的portfolio 然后准备一份你的resume 我会帮你就是群发给那些NGO 就是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 会主动联系你 所以说这样子的老师就是真的就是很好啊 对 真的非常棒 对的 所以一定要把握学校里的老师 对 而且对于我们如果学校里面没有这样资源 没有能够接触到这样教授的学生来讲 如果能够在校外里面联系认识到一些 通过不管是参加项目还是去实习的机会 认识到一些老师的话 嗯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 对 对 我同意你讲的 而且大家一定要想到就是怎么说呢 就好像这些老师其实他们是非常愿意来帮助你的 而且我觉得很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为什么就是南加州大学的老师他这么愿意分享 就是他的这些资源 我觉得一来跟学校的文化有关系 二来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私立学校 那私立学校相对来讲真的人没有公立学校那么多 因为公立学校老师真的顾不过来 那公立学校的话一上课一节课几千个人 老师可能都不知道你是谁 那当然也有就是比如本科生和研究生 小班大班就有 会有 对的 但是普遍来讲的话 就是私立大学对学生的关注度来讲 还是会相对更高一点 对 非常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对于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很多可能本科啊 学生学弟学妹们也会想到要转专业 嗯 那你觉得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去选择一个跟自己本来专业可能不太相同 非常不同或者是稍微有点联系的这样的 嗯 我觉得吧 我个人的意见来讲就是 我其实还蛮鼓励大家去参加更多的义工啊 实习啊 或者哪怕出去旅行 就是你真的开了眼界以后 我见识的多以后可能会慢慢的发现自己 就好像我之前说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就是喜欢什么 但是我至少知道我自己不喜欢什么 嗯 那我还是蛮鼓励大家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再去读研究生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可能有的人他是觉得 我 我觉得 我有跟我朋友他们聊过 就是发现 大家会选择本科一读完直接读研究生 然后那都是为了将来直接在学术道路上面走下去的 就是我将来是为了读博要准备的 嗯 那非常不建议大家的就是我父母让我去读一个研究生 那我朋友说大家现在都要研究生了 那市场上缺这个这个钱拿到的比较多 这个也真的非常不建议 因为我觉得你在转专业的时候一定要知道 嗯 这是一个时间和金钱的commitment 那你花了这个钱和时间下去了也是希望它可以有效果的 那我也不希望大家就是非常盲目的就是说哦 我就想要去参加这个 或者说你可能是想的是哦 我只是想要去试一下看我自己是不是会喜欢这个专业 对不过anyway一句话来总结就是鼓励大家各种尝试吧 对这非常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呃 从我们的头脑中跳出来真正切实的去工作 从工作的经历中实际中能够发掘到自己的优点优势 就是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然后来做下一步的决定 对嗯 这非常重要那我想说嗯 那你在写个人陈述嗯 还有在你的推荐信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对那呃个人陈述来讲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真情流露 千万不要就是嗯 大家不需要想着说一定要过多就是华丽的词早 就是说我一定要那些高级的词汇啊 看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真实的表达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那好像我在我的个人陈述里面就有讲过说 哎我觉得我很喜欢为什么 那我有哪些相关的经验 我会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嗯 这样子他们会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呢 也更直接的了解到我 那我有跟我的老师聊过这些 当然是后来就是进去了以后 他也有跟我说他收到很多申请 有一些人都会讲一些就是非常in general 就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也就是啊我就是很喜欢为了什么什么 他没有一个具象的就是说我为什么 然后有什么理由 然后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就是小建议吧 那另外就是关于推荐信 推荐信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当时申请的时候 也要去联系本科的老师 就是能不能拜托老师 可以给我写一个推荐信 那另外就是有跟公司的老板 因为他也是算是很了解我的人嘛 你的推荐信不仅仅是要来自你的导师 如果你在工作的话 还要来自你的supervisor 或者是公司owner这样子 对一定要是要有 一定要是有人跟你一起工作过的 对你的能力都有一个认可 对对的 这个也非常重要 那我想说你从你的本科经历 从你大众传媒到你后来的这样的公共政策 那这两个专业 两不同的degree的学习 塑造了和你现在的工作经历 有一个什么样的支持相关性呢 一定有啊 那好像学大众传媒communication 这个它就是非常强调跟人沟通的能力 那我也是有在媒体公司被train过 所以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很紧张啊 包括我现在对着镜头 也不会觉得很害怕呀 对不对 那之后这个也帮助了 我在公共政策学习的时候 好像我们的公共政策 也要就是跟人去打交道 但是我们就不是跟所有的人打交道 我们是有更specific 更具象的人群 比如说跟一些政客打交道 那首先你不仅要会说 你要敢说 另外你还要想了 怎么样能够convince他们呀 那具体的用什么样 用数据说话呀 那在影响他们的决策 那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举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我在学区政府工作的时候吧 我们上要跟政府要方顶下 要跟那些low income 就是比较穷的人 就是鼓励他们来continue 就继续教育成人教育嘛 那好像跟政府的人谈钱的时候 我们要以这样一个姿态 就是非常professional的 来跟他们讲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钱 因为我们有个什么什么样的项目 我们这个education做下来以后 可以解决 就是多少个percent 多少个百分比的 就是教育问题 或者这些文盲的问题 那跟下面的人讲话 你就要有另外一个态度 那就好像我接触到的很多 就是比较低收入的人 他们都知道教育很重要 我懂 但是我想要钱呢 那我现在如果去上课的话 我就没有时间再去就认钱了 那我要怎么办 谁来养活我 你养活我吗 那要跟他 非常实际的问题 那要跟他合理的解释 就是说 OK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program 我们有叫做 pate training program 就是你来参加我们的教育 同时你还可以拿到钱 因为我们会送你去工厂里面去学习 那你可以在一边学习当中 一边拿你的certific 还一边可以拿钱 并且要跟他们讲 这个实习结束以后 你可以赚到的钱 可是比你现在去餐馆或者是去搬东西要多的多 对不对 那这也是这样的一个经验 然后另外还要跟很多就是公司打交道 比如你跟公司讲就是另外一个说字 希望那些公司能够给机会给这些穷人 就是让他们来工作 对不对 但是公司的话你就要换一个说字 比如说公司最在意的是什么 就是profit就是钱就是利益 我怎么样能够就是缩减我的成本 那就要跟他讲 我们能够provide cheap labor 就是这些人他们会价格比较低 你请这些人比你去请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等等之类的 并且你还能获得一个好的名声 你的public image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没有浪费所学的每一个知识 都有用上都有用上 对听上去说你的过去的经历 就算是你转了专业 可是觉得你的每一步你的学到的东西 都在一步一步的沉淀自己的工作经历和能力 是的 这里一定要跟大家强调 以及鼓励就是学弟学妹们 就是不要后悔 也不要觉得你浪费了就是你课堂上所学的东西 没有浪费 可能现在你会觉得好像我学的这些 在生活中根本就用不到 一定会有用到的时候 只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对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建议和总结的点 是那你觉得你在同样这样专业的人里面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 就在你转到公务专业 转到公务政策里面 我觉得什么样的优势这个很难讲 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背景 所以我也不会说我自己就怎么样特别 或者说我很优秀啊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大家每一个人都很不一样吧 然后我们都在这个环境之下都共同的成长 那我也觉得很感谢学校 就是他们就是招来的很多学生 也都是不同背景的人 也让我觉得看到了很多事情的另外的一面 比如说我们每一次都有强调有那些teamwork 大家要分组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project 做这样子的一个叫什么case吗 那我们组就有工程师啊 那工程师他的思维缜密度真的比我高的不是一个level 我觉得对啊 所以我就会比如说我就觉得说 我做这个数据统计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看起来这个数字就这样子 那应该我们就是assume 他马上就会做这样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他就说你不能assume这样一个决定 不能猜他说你要用数字说话 你只是拿到这个部分数据 你怎么样就能够说就说 这个就已经是这样了这个是不对的 那我们要综合的来看 从前期中期后期 包括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决策的时候 都要想到我们从短期的目标来讲 我们希望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以及从长期的规划来讲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 对的确是 就是每个人从不同的背景来 学一样的专业 但是所带来的不同的视角 和从过去的经历带来的东西 都是非常宝贵的 是的 听上去也是一个特别好的 研究生基段 一个特别好的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是的 那我也好奇说 那我们 你之前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 让你现在的工作经历 怎么样贡献到了你现在的工作经历 或者是你现在的工作和他们有什么样的相关度 或者是 对我觉得说说大家一定会觉得我精神有问题 就是但是可能我们学校 就是成功把我们洗脑了 就是我们当时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有叫我们读一个故事 他叫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 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山外有山 他讲的是一个哈佛毕业的医生 他选择毕业以后 不在美国的这些诊所工作 而是去海地那里 就是免费提供就是医疗服务给那里的穷人 所以老师跟我讲的故事就是分享给我们看 他是说你要知道就是作为一个研究生 你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 真的不仅仅是钱而已 所以我的老师其实他非常鼓励我们就是研究生以后出来 能够做更多的与社会就是有利益的一些工作 那其实也是有经过这个专业的熏陶吧 所以我现在有帮很多ngo做consulting做一些咨询 然后也是因为之前种的因现在得了一个果 就是之前有参加自闭症那个 最近我拿到一个工作offer 就是要治愈那些自闭症的小宝宝 因为他说他们其实如果从从小的时候开始干预治疗的话 能够更prevent他们长大之后形成那种悲剧吗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那我家里人现在也变得很支持我 那我爸爸也觉得这是个很光辉的职业 对像肩膀上会有了一个社会责任感在 是的非常好 那我想说你是经历了你的研究生是花了多久 我研究生其实读的比较敢 这个不是很建议大家 我是强行用一年的时间读完它了 这么快啊 对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大家 我觉得有时候读研究生是一个非常relaxed 所以你要enjoy这个过程吗 那我知道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比较想要赶紧结束它 因为我还要concentrate我自己的工作 我还有我自己就是公司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我没办法真的就是一直这样拖下去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就是快速的解决它 用一年的时间强行的去就是读下来了 但是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一般来讲是要两年一年半到两年 对那你们总共需要多少个学分 32个学分 32个学分 是的 那你们是几学期制呢 我们是semester制就是一年有两个学期 所以你每个学期休了 对我当时是怎么操作的 所以要感谢公司的配合 就是经常跟公司讲 我会非常非常早到公司 那可能跟我不知道国内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 但是这边是可能你要完成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其实你就可以走了 可能早来早走晚来晚走 所以我就跟公司讲我会很早来很早是有多早 所以大概五点钟我就到公司了 对然后我就去赶紧把我该做的事情要做好 然后会跟公司商量 如果我们有会的话 可会集中在中午的时候就开会 然后中午开完会或下午的时候 我就要赶紧往学校那边赶 然后赶到学校从下午上课 还有晚上上课 对然后有的时候工作的公司的事情 虽然是忙不够来 所以我周末的时候也有记得加班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也想快速的结束这个 而且你当时是全职在加学分的工作 同时你在工作 对 对我不想要再回到那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不鼓励大家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错过了很多东西 那好像很多大家同学之间的互动 好像学生周末都会大家一起约barbecue 一起去吃烧烤呀 大家一起去约什么地方去玩 我实在感觉不好意思 sorry 我还要去公司有人加班 我说我有一些事情平时处理不完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回到学校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如果你可以全职的 就比较放松的去读一个研究生 我真的非常鼓励你去这样做 但也是因为这样你看 我就没有一个机会去实习了 可是我同学他们就有机会 可以去世界银行啊 可以去就是UN啊 这些地方去实习联合国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 可是我都错过了 但是你觉得你在一年完成研究生学业的时候 你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得到了什么别人没有得到的 有啊就是关于时间上的管理啊 这一点就很重要 以前我是一个非常不organized 就是不是很有条理的人 那就是经常这个就很乱啊 然后想说哎呀惨了 这边又出了什么事情 然后那边我没有准备好 但是我后来在读研究生那段时间 因为我已经给我自己setup好了 我就说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我必须要在这一年之内就是我读完研究生的同时 我还要把就是工作的事情做好 那我就一定要把时间排得很好 就是每天确定我这个事情做好了 好结束打卡这个任务 那就要跳到下一个环节 那你想当时还要写paper 然后还要写论文啊 然后还有考试啊 这些真的是好痛苦啊 不过好在老师也非常人性化 他都有就是一直在跟我讲 那我觉得life balance啊 这些的就真的平衡的不是很好吧 就是那一年的时间 基本上其实整个人都胖了 就是因为压力很大 对啊就是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好吃饭 就是想到说天哪我要赶时间就随便买个东西就随便吃了 吃汉堡是最快的 所以对啊 所以你的周末其实都在工作 没有周末 在写作业 对啊对啊 不是工作就要写就是论文 因为美国读书真的压力很大 就是你也是在美国读书 你也知道就非常痛苦 那个论文一写出来 都是几十页几十页的 那个都是硬生生的你要打出来的 而且打出来还要把它改 那我也是觉得有的时候 会想要我的tutor啊 会要学校的就是老师再给我再看一遍 语法上面有没有错误 因为也不希望就是这么敢读出来 自己的成绩那么差 对对不对 万一将来我想要读博士 怎么办 这个分数一定要保住他 对对 所以你相当于是一个学籍读了十八个学分呢 对的 哇 差不多是 嗯 对 几门课 大概几门课 其实这个也蛮tricky的 因为我选的那些课 因为有的课是三个学分 有的课是四个学分 还有课是五个学分的那种 对对 我就会选那种相对来讲四个学分 对对 巧选课 是的是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 是的 但是同时你五个学分的课 可能他会占用你一些更多的时间 一定会一定会 比如说五个学分的课 他就有包含的就是实习的 所以五个学分的课 我就没办法去选 因为还要去实习这些相关的吗 那我就觉得 可以了 嗯对 所以基本上四个学分的课 嗯 那你对于 你是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是边工作边读书 那但是很就是又有很大的优势 是你本科是在这里读的 所以可能在你的语言啊 学习方式啊 已经有了这么多年的积累 对 那如果说对我们想来到美国 读研究生的同学 如果他们又是转专业 那你有什么建议 就比如说时间安排上一年或者两年 或者是怎么样来规划这两年的时间 好 我个人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研究生已经没有办法给大家借鉴了 但是我可以大概的用我本科的一个经历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基本的套路是一样的 就是你进去以后 除了要完成你该完成的功课这个 因为这个是你作为一个学生最基本的 对吧 那其次就是很鼓励大家 其实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就会多关注一下学校的各种一工啊 然后去参加学校的学生会的组织啊 去认识多一点的朋友啊 因为大家出门在外 多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那另外一定一定要跟老师的关系 把他做好了 因为我发现 美国的老师 就可能跟他的教育系统是有就是密切相关性的 那老师一般来讲 他并不是想要file你 他不是想要给你一个f 不想让你过那节课 他其实想看到你真的就是态度很好 你很用心的在学 并且你有在成长和进步 这是老师最关注的 所以包括对于分数 可能国际学生担心说 哎呀我的英文可能没有那么好 那我的考试分数如果不高 怎么办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 我在本课读的时候 我的考试分数就是永远考不过美国人的 我永远考不过他们 我又是学传媒的 都是美国人 那我是怎么样能够拿到跟他们差不多的分呢 是我课后的时候 我会跟我的老师一直聊天 一直跟他解释 我说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你知道吗 我说这也不是一个借口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 我真的很努力在上你的课 原因是我从来不迟到 我每一节课都有来上 而且我上课一定会发言 这个很积极 其次我愿意比别人多写一倍的论文 这个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那不能只是空口跟老师说 哎呀我真的很优秀 我真的很好很努力 要拿出实际行动 就跟老师讲说 别人写一篇论文 我就愿意写两篇 那基于这种情况之下 老师会觉得说 看来你是真的很想要就是 就是想要这个分数啊 可以感觉到你真的很积极 所以一般情况下 老师都会有这样一个同情分在里面的 所以对的 这个可以参考 这个就特别好的例子给我们大家 给我们学生来就是借鉴 就是非常积极的去沟通 对然后非常诚恳态度 对学校老师的就是工作时间 你一定要就常常去跟老师沟通 是的哪怕没有问题 也要就是假装好像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几乎是 每一次我都会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下课以后 都会去找老师去聊一些天 哪怕有时候没有问题啊 也会凑上去跟老师聊一个天啊 就是想要混一个脸收 双蓝 对呀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很重要 那老师也是人啊 他跟你就是关系更近一点 他也会觉得说 相对还是愿意给你通融一点点的 对的 这特别好的建议 特别感谢夏儿这一次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干活 是干活吧 真的是 我们的时间呢也差不多快到了 我们现在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线上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回答一下 好 我们看到有个问题 现在出来是 有个同学在问找工作的建议 因为现在是快到毕业季了嘛 那你对于同学们 找工作啊 这方面有什么样的 要 分享 对于找工作 我希望 就是刚刚毕业的同学 一定要相信 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哪怕有一些工作啊 或者说有些实习 他是不给钱的 但是如果他这个精力 能够帮你在你的简历上刷上 比较亮丽的一笔 一定要去参加 因为这个钱这个 在未来你会有大把的机会 可以赚钱 但是这个经验绝对是你 就是错过这一寸 就没有 你就再也看不到的那种 对的对的 的确是 那还有在你个人的工作 找工作这样的经历 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或者方法渠道 我觉得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会利用校友的关系 我当时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当时还是国际学生 传媒专业并不是很好找工作 因为in general文科 就不是很好找 我当时是怎么找到 电视台的工作呢 是通过我校友的推荐 就是有跟同学们都聊说 大家的去向都是怎么样啊 然后有一些 不是那么熟的同学的时候 我也会主动跟他们联系 就是嗨 就是我也是那一届的 就是希望可不可以能够推一下 就是最近在找工作 有一点点焦虑 对大部分来讲 嗯 校友还是愿意帮一把的 就是有时候朋友推朋友 这样子的 那另外就是学校 学校就会有career fair 可以去参加 但是竞争非常激烈 我还是倾向于是 如果你有熟人 或者是有朋友 在你心仪的公司做 可以请他们就是refer你啊 会给你更多公司内部的信息 那其次就是老师咯 对我觉得network 就是network 特别重要 对啊 对 谢谢sara 我这次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且一个积极主动的 去创造你的network 和积极主动的去利用你的network 对 是非常重要的 对的 谢谢大家 谢谢sara 这一期的分享呢 因为时间缘故 我们的微课堂 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 我们每期的微课堂分享 都不是标准答案 那孩子的成长当中 也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试图用每个故事 每个案例 为大家带来更加宽广的视野 更加客观的认知 更加清楚的了解留美这件事 我们会在下周五 美国时间六点半 晚上六点半 中国时间周六早上九点半 和您准时见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